7月21日周二 美股走势与周一截然相反 周期性与价值股跑赢大盘 而增长性与动力性股票 例如科技股遭到获利回吐盘打击 纳指走低 标普白与道指纷纷上涨 市场参与者也在关注美国的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进展 美国现行的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 KARS法案将于本月底到期 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 总价值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正在开始制定 特朗普今日还警告称 美国疫情在一切好转之前有可能变得更加糟糕 令投资者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财报方面 美国联合航空周二表示 由于疫情导致航空旅行需求下降 该公司第二季度净亏损16.3亿美元 比预期还要糟糕 营收较上年同期下降了87%至14.8亿美元 分离师的预期为13.2亿美元 公司表示 已经削减了数千架航班 并停放了数百架飞机 以削减现金消耗 预计三季度的每日现金消耗 将从二季度的4000万美元降到2500万美元 与看待美联航的悲观情绪不同的是 可口可乐的投资者在周二如实重负 因该公司证实 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 首席财伙官John表示 未来6-9个月 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改善 事实上 该公司状况已经开始一点点改善 全球按相继销量 在4月同比下降25% 6月仅下降10% 7月以来下降幅度在5%左右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恢复娱乐活动和订购可乐 情况开始向常态靠近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